近日來 美國連續出現多名武漢肺炎病例 在不少華人社區內引起恐慌 商店內的口罩被一掃而空 曾研究薩斯病毒的黃仲德醫生提醒民眾 戴口罩要避免漏氣 而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則是遠離人群 來看報導 傳染科醫生黃仲德表示 戴口罩首先要注意避免漏氣 為此要先將口罩按到鼻子上面 然後把口罩兩側的袋子掛在耳朵上 最後還要檢查四周是否有漏氣 從醫學方面看起來戴口罩的話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漏氣 讓空氣不進來 所以就是要看鼻子方面有沒有戴好 旁邊有沒有烘好 這個是最重要 不用的時候就不要放在口袋裡面 要保存得好一點 專家表示 但是一般情況下用外科口罩即可 此外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還有另外三種測試 最重要的就是與人保持距離 遠離人群 正常年的預防 最好的方法就是 離開年輕 至少三次以上 因為它這個傳染是近距離的傳染 還有的方法就是說要戴口罩 不過戴口罩的話也可以預防 但是不如離開年輕 遠一點更好 第三個方法就是要洗手 第四個方法就是不要恐慌 他建議如果是患病的病人不僅要遠離人群 同時要及早就醫 他強調 衛生部門在預防的方面 應該起到很大作用 民眾要及時關注更新的公告和報導 此外 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也提醒民眾 要不定期訪問他們的網站 以獲取有關病毒最新消息 新唐人記者楊洋 洛杉磯採訪報導